请问夏天来了谁对你最好 蚊子呗 动不动就给我个红包 我不要 印给 哎呦 什么 请问你吃了小土豆吗 这好像能吃 能喝还能睡 每天还换你的鞋 有时候我还有提醒你的那种 要不要给个花吧 我好吃 我下一位 哎呦 什么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现在缺钱 是因为 上面没有人给我们烧 请问什么是旅游 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 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 去花掉自己的钱 让别人富起来 然后满身疲惫的 口袋空空的 再回到自己活腻了的地方 继续顽强的活下去 哎呦 你妈 兄弟 你看 那是我刚排的山 山的另一端 有我八套房产 房子太大 我更喜欢住宾馆 用进口的车 让保姆送早餐 险的 看那微微火光照亮了 我的影子都说爱你 哎呦 你妈哈哈哈哈 喂 哎四哥 那个你现在说话方便不 现在呀 方便方便 那行 那个 我这边着急 用两万块钱呢 我给你个卡号 你赶紧给我转过来着急 哦 什么玩意儿 西瓜真甜 不是 我说两万块钱 喂 我说我 喂 卡了 啊 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 我的娘的我的娘的真漂亮 还有你妈 神仙也好妖怪也好 坚决我跟我的一中人能拔得出 就算他妖怪 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 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 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开心 哈哈哈哈 紫霞快跟我走 我是新宝 你不是 我咋就不是呢 我的这个脑 会翻着跟头来救我的 我翻跟头了 你啥时候翻了 我咋没看着呢 我刚才一出来当当当当当 翻跟头 你没看着啊 没有啊 那你干啥了 啊 我刚才跟你们 生气了 我咋也算了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来看看 这边是你做的不好 别像测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